因为他们之前的车主要是 日本的或者欧洲的二手车 相对这个车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状况都不是太好 那么我们的车辆过来以后 应该是代表目前整个装备产业里面最好的技术水平 我们车辆在碰撞安全性方面 在防火方面都进行了提升 同时我们整个车辆在我们的牵引 自动 网络系统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